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华,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在Richmond Center的項目 它的位置其實是在Richmond Center 即是現在的購物中心,再向西邊一點 這個其實是Minoral Park公園的旁邊 就是這裡過去,其實中間是不會行車的 中間是踩單車的泡泊景 這個項目叫做Park Residence 現在開賣的是Tower D,高一點的這等,15層 旁邊Tower E,矮一點的就是9樓 這個項目的特色是對公園之外 它的設計,Layout,Floor Place 大部分都是大單位為主 面向著我現在這邊是公園 也會有view,還有景觀 因為公園用地是不可以改的,可以說是行舊不變 我們可以很快地改造建築模特兒 然後去看看show home 這個建築模特兒很有趣 它的大單位,即是向著西北或西南角 其實由下面數上去,那些積其實會相對越來越細 Pan House除外 最大的兩房類的Unit就是這個 四至六樓都有兩房加Dang 家屋房 總面積接近1300呎 大家可以看看Floor Plan 因為它除了兩個睡房之外 客廳是很橫的 這邊全部都是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而且有光照進來 還有一個差不多比房間更大的Family Room 如果讓我看到買這個單位當三房的賣 Family Room也變成房間 即是加一個櫃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看那個建築模特兒 它其實比普通的Cornet Unit 再多一面彩光 因為這裡向南,它還有窗 這個位置都有光可以進去 所以其實它是三邊 下面這幾個就是比較大的兩房加Dang 它的價位就差不多不到150萬 然後反而上面就會比較小 是兩房加Dang 便宜10萬左右 這邊西、北角 全都是兩房類的單位 西、南角這邊 首先下面低一點樓層 會有些大的三房Unit 1400呎左右 價位就差不多150、160萬 亦是一個很方正的Plan 三間房加一個Dang 這些就是三房 這個是Tower D Tower D和Tower E中間 夾著這裡是四樓的Pateo 大家會看到有些普通地圈給小朋友玩 中間就是室內泳池 裡面也有Hot Chub 兩棟建築都可以分享這個位置 說回矮一點這棟 這棟是九層樓高 一樣西、北角主要是兩房 或者兩房加一個Dang 都是大單位為主 而西、南角主要是三房為主 同樣都是越大越大 越大越小一點 如果說這兩棟建築 我數過了 它有很多很多職 今天說不太多了 只可以分享這些有看見 比較特色的單位 這裡反而會有些小一點的三房 大約是1237呎左右 比較最小的 它的價位由看樓層150萬 到160萬 160萬 其實就是九樓最高的單位 這些就是一些小一點的三房單位 另外這邊Tower E 這邊的兩房單位 價位是830萬 還沒到840萬 都會有大約1160多 1180多尺的空間 兩房加一個Dang 大概就是這樣 裡面的組合大部分都是兩房 尤其是大家看到平台以上的 因為它這個Project兩層的特色都是 這些四樓以上 五樓以上的 主要都是兩房和三房的組合 兩房為多 一房每一層只有一個 到Penhouse level 是一個一房都沒有的 最上十四十五樓的Penhouse 基本上只有四戶 圍著這個建築的都是Town House Unit 這邊有一堆是三層的Town House 尺數是差不多1900至2000尺左右 每一個Unit裡都有升降機 這邊都有Town House 是兩層的 尺數會比較小 這裡是Tower D和E 旁邊這一棟將來會開的Tower C 中間也有Distance 可以讓人在中間走 有一個好像是休憩公園的地方 這是三房的廚房尺寸 當然每個都不同 有些三房還有一個長一點的桌子 大家可以認住這色 這是其中一種色系 比較深色的櫥櫃面 配上白色的桌面 它的特色是有多塊這些 升高了少許 方便吃東西 好像巴桌位一樣 然後兩邊都是Waterfall 做到底 大家可以記記三房的特色 三房的廚房和兩房的廚房的特色 除了大一點之外 就是三房的標準配置會加了一個蒸爐 兩房就沒有蒸爐 下面就是焗爐 牌子也是Miller 兩個都是歐洲牌子Miller 雪櫃在這裡 三房兩房都是30吋的雪櫃 30吋的焗爐和30吋的爐頭 除此之外 三房還有多個標準配置 就會有一個酒櫃 設置在這裡 如果兩房的廚房夠長 也可以做一個升級 加一個酒櫃 三房放在這裡 是Panasonic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一格櫃桶是假的 這邊也有兩格櫃桶 然後小的 下面還有一個大格 每個櫃桶都有做到Soft Close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桌面也有鋪 然後整塊Back Splash 都是一塊過的 中間沒有摺後位 便容易清潔 然後這個是Faber 拔出來的櫃桶 可以看看上面 也有一部吸風口 在上面 這裡轉角的櫃 也有拉出來的Lazy Suzy 大家可以看看 上下兩層 可以方便大家放些東西在裡面 更容易拿到 Sink在這裡 它做了一個大Sink 沒有分開兩邊 這個花灑頭 也是可以拔出來的 周圍可以兩邊轉 然後這個是小碗碟機 牌子也是Milla 我們看看Sink底 有一個可以鋪出來的垃圾桶空間 分了兩個 一大一小 我們現在去看看兩房示範單位 先看看 剛才看的那個 其實就是Maple 上面這兩種都是櫥櫃面的顏色 這個就是 Engineer Hardwood Floor 這些是洗手間的顏色 我們稍後會去看看 另外我們現在去看的 示範單位 就是Oak這個顏色 多一些大地色 是木色的 我們現在看的 這個示範單位 會是兩房加一釘 總共的尺數是1,104呎 就是這樣一個 我們過來看看 首先進來 一進去 這邊會有一個釘 這個釘 其中一個可以選擇的升級 就像現在他們的示範 可以將它升級成一個酒櫃 或者是酒櫃 會有一個酒櫃 然後有這些是空間 這些是天然石 然後也會有些空間 不是空間 空間也有做燈 當然如果你說我不需要 那我可以做回普通的釘 書房也可以 然後這隻即進來 就沒什麼浪費 說漏了 這裡就是有些儲物空間 放三副鞋物 也有些攪拌器 在這裡 走兩步進來 已經是廚房 然後分開了飯廳和客廳 也是大量的落地玻璃 加上可以出去的patio 這個廚房的顏色和剛才不同了 就是深灰色的countertop 有waterfall 然後下面一些木色的櫃面 也是大升盤 這個黑白分明得多很多 剛才配白色很不太角 這個就是灰白色的一個 就是突上來的食飯位 這裡差不多是兩吋 或者兩吋多的一個厚度的 巴桌位 其實它是兩塊court配在一起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些發展商 它可能只是包面 裡面是木 它是兩塊黏在一起的 從這裡延伸到下面也是這麼厚的 這是兩房的廚房 尺寸都是一樣 30吋的雪櫃和冰櫃 可以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牌子都是MIRR 下面有兩組的冰櫃 然後這邊 剛才三房 配置了一個蒸爐 這邊就是微波爐 然後焗爐就是這裡 都是MIRR 30吋 樓上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然後爐頭就是五個gas爐頭 管理費其實這個建築是六毫一呎 它就包含所有東西除了電費 即是說你無論是用冷氣 用暖氣 還是用gas 還有你清垃圾排污費 建築的 insurance 還有你去用的康樂文儀設施 如果將來有concierge 都會包含管理費裡面 你只需要上電費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深灰色的櫃面 然後這裡就搭配了一些木色的組合 就是一些櫃桶來的 小碗的機器就是這邊 建築座也是MIRR的牌子 它有做了一些充電位在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看房間 這隻織是兩邊睡房都是分開的 媽媽睡覺不會被兒子打機吵 來到這邊我們可以先看看 我後面是laundry 兩房以上laundry space 都可以做到side by set 兩部平牌 是小的單位一房就是stack up 除了洗衣機之外 都包了這些櫃、organizer 那些櫃的架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如果這隻織是有後面的櫃 一直做好 你可以放很多東西了 我們看看睡房 這個不是master 這個是second bedroom 還有一件事 這裡的樓底其實是8尺6 但實際上你們將來買回來的unit 都會是8尺9樓底 因為這個高度限制做不到這麼高 也有大的窗 可以開的就是這隻窗 然後睡房的衣櫃就是這裡 這個衣櫃裡面有燈 也有organizer organizer就不多了 主要是掛衣服的通 和一塊板 然後這間房一通出來 對面這裡已經是洗手間 這一塊的材料是marble 這裡和這裡都是 全塊 然後這一塊鏡也有LED lighting 你可以開關 很簡單的方便化妝 這個medicine cabinet 也是包在裡面 還有大家會留意到 洗手間是比較長的桌面 一個sink 這邊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也有一個open的毛巾位 有時候你放些要等乾的東西 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裡有些櫃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大櫃桶 然後我身後就會是浴缸 浴缸位置到頂上都是鑽磚的兩邊磚面 然後這個浴缸都可以拿下來 這個磚是兩尺 兩尺的 即是大部分 這些側邊比較窄 是大塊的磚 變成清潔起來 或者美觀上都會相對好一點 好 地磚是淺灰色 這個比較小的地磚 然後地磚 去到地板這邊 也沒有高低接合 完全是平的 好 我們去主人房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道門是甚麼 其實現在是空的 其實將來因為這個建築是有冷暖氣 所以是用Hip Hum 每個部份都會有部機 就放在裡面 定期Surface就可以了 好 來到主人房 進來有一個walk-in closet 大家可以看看 他做了organizer 有一些格格擺衣服 有櫃桶位 有掛衣服 這邊還有一棵牆 可以擺鏡 照鏡 然後這裡是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可以做到兩個sink 中間也有放夜位 有一個粒位 哇 味道很香 兩邊鏡都可以開LED燈 還有一個medicine cabinet 在中間 這裡掛毛巾位 然後這個是浴缸 因為剛才那個已經是浴缸 可以拔下來的浴缸 這個不是一個纖維底盤 是做了磚 有一扇 然後這裡有一個去水口 全部牆面 這一棵牆 這裡三棵牆 其實都鋪了大的長磚 這個玻璃也是Frameless 洗手間旁邊就是睡房 這邊可以放到King size床 剛才的第二層是Queen size 很有趣 稍後分享一個Floor plan給大家看 發展商很貼心 在每間房間都建立了Q 或者K 告訴你那間房間是否可以配合到那個size床 窗的話 其實這裡還有 到這裡 三格大窗 這隻窗可以開 去飯廳和客廳位分開 可以放大一點的餐桌 因為始終電積比較大 可以這樣分開 出來露台 就根據你什麼計劃 如果你在買西南西北 你就會完全看著公園 環境會很清幽 也沒什麼人可以看到你 然後我們看完這個示範單位 我們又去看看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feature 是洗手間的一個設計 剛才我們看到兩個sink 然後再加上浴缸 或者浴缸 其實發展商還有另一個idea 就是參考了一些來自日本的inspiration 除了standard的countertop 和座廁之外 首先先進去浴缸 你可以洗乾淨之後 再進去浴缸 當然不是每個人喜歡這個feature 所以他們都可以做一個改動 就是如果你買那個unit 洗手間 如果這個長度是夠的話 譬如不要多個shower 就把座廁調過去 然後就做長這個counter 做兩個sink 看看方便你用 這個就是看看你們自己喜不喜歡 然後順便可以介紹這個color scheme 剛才裡面的是oak 這個就是maple color 跟剛才我們外面看過三房櫥櫃 同一種顏色 就是淺色的桌面 同樣都是marble 然後這些就是白色的櫃面 地磚各方面都會淺色一點 主要就是這樣 好了我們示範單位又看完了 我們不如現在去看看 它的location在哪裡 因為我可能太興奮了 跟大家看示範單位 忘記介紹一下 location在哪裡 我們首先可以看一看這裡 Richmond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 其實我們就是Richmond的市中心 Skytrain站 Richmond Bright House在這裡 它的旁邊就是Richmond Center 我們其實可以有一條路 在Richmond Center的Gallery 一直走過來 過了Minorauro的大街 其實已經是Park Residence 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從這個建築 走到Skytrain站 我想五至八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走過去 配套方面 Richmond Center 本身已經有很多 可以買衣服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如果你說很喜歡買菜 去對面Lance站 也會有大統華 而且也有些貨物市場 那些什麼Best Buyer 買電器等等 什麼都在一起 Richmond Center本身 自己都在做改造 將來它會不會再加上一些商場 或者是購物市場 但也有很大可能 然後這裡整個就是公園 如果看回一個大的地圖 一些不太熟悉溫哥華的朋友 Richmond的市中心在這裡 整個這一塊是Richmond 你搭幾個站 由這裡是Richmond Royalansdown Alberdine Bridgeport 去到這邊已經是機場 無論你是搭Skytrain 還是開車 我想十兩分鐘就可以去到機場 話說這裡有一個外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去購物 然後再過這個站 對面就是Marine Drive 已經是去到溫西 一路上去 搭Skytrain就可以去到丹坦 我想二十兩分鐘就可以到 我們的兩棟建築 就是這兩棟 矮那棟是Tower E 高那棟是Tower D 這兩棟是隔離 前些Tower C都會放售 另外這兩棟其實都是同一個發展商 在2016年已經建好 入住了 其中我不知道是哪一棟 是在做市場購物 沒有賣出去給個別的業主 所以它已經滿足了市政府要求 現在新的建築 一定要有些購物在裡面的條件 所以這三棟都會是 是純居住的 不會有專門出租的樓層或租 這些是低樓很矮的 旁邊就是Richmond Center 之前有另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過 Richmond Center的項目 這些位置都會再建建新建築 這條一路可以通過 那邊就是No.3樓和Skytrain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公園 這邊會比較散步 這邊會有更多設施 例如有Cricket 還有Sports Field 還有社區中心 有泳池健身設施 這邊有Library 這邊有City Hall 這就是整個公園的組成部分 很大的 大家如果打開Richmond的地圖 一大堆綠色的 其實就是Minoro公園 在這裏 這個Tower D和Tower E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unit和size 所以價位都很不同 由最小的一房單位 六十多萬起 到三房單位 平均到百五百六萬 到Pan House 所以有不同的參考 和Floor Plan 也有很多選擇 另外每一個單位 都會有至少一個 Parking和一個Locker 2024年最後一季落成 管理費剛才說了六毫之一呎 除了電之外 就什麼都包了 Assignment fee 即是說 如果你要去轉讓這個樓宇 會1% Deposit structure 其實是總共20% 10日 即一開始你寫合約 就7% 9個月後給5% 最後一年半 就再給5% 如果你是沒有身份的話 就要加多5% 我們現在就來到那個site Park Residence 那幾棟樓 即是Tower D Tower E Tower C 都會是我身後 這幾個Low Rise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 會接讓住 那棟七幾年的建築 然後 我這個位 其實現在 是舊的Low Rise 的Parking Lot 一路過去 鐵絲網 外面 其實已經是Menoiru公園 未來大家如果記得 那個建築模特兒 Town House 就會在這裡 你直接就是那條小路 一個對面 就會是Park 到時應該就不會再 有鐵絲網圍著那個建築 然後 我這個位置 最貼近七幾年那棟 應該是Tower E 前一點就開始是Tower D 然後Tower C 就是最那邊 一路看過去 都是那些樹 當然 如果你樓層高一點 可能9樓10樓 你就看遠一點 如果你的樓層是低一點 四五樓 可能你就會對著這些樹的景 這邊就是向西邊 從下午開始就會多些陽光 有些樹擋一擋 有些朋友怕西斜 不喜歡開大冷氣的話 也會好一點 希望樹擋一擋 不是全部擋 我現在就走了出來 Menoiru大樓那裡 剛才我們去Park Residence 其實就是這些Low Rise的後面 大家看到那個比較高的Tower 就是七幾年那個 將來我想兩三年 三四年大家會看到 就是它的隔離 就是Tower E 然後Tower D 然後Tower C 這兩棟高樓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同一個發展商 2016年建好那兩棟 我身後Menoiru 那邊向東邊 那條馬路 大家看到 對面已經是Richmond Center 我們會在Richmond Center 向著Sport Track Old David 還有Farer Market 都在這裏 過了對面馬路之後 這邊有個圓拱形的Gallery 這樣的東西 如果有上空看 就是一條通道 那一走那裡 就直通 就可以過到Number 3 Road 那裡就有Sky Train 可以搭 將來Richmond Center 的Parking Law 其實都會大輕土木 整個Richmond Center 都會有一個更新 整個Construction的過程 裡面 剛剛我說的 這個玻璃圓拱形的Gallery 都會保留的 就確定這邊的居住 將來都可以從這裏走到過去 有個Shotcut 這樣去到Number 3 Road 就不用繞好大個圈 那樣 以後當然都會繼續保留 那我們現在就深入了去Minoral Park 裡面了 大概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近Chapel 就是那個教堂 以及那個大的Sport Field 球場的位置 然後來到這邊 就是多些公園 草地 樹林的地方 這裏就比較敏感 沒有那麼多人聚集 也不會有人太多 太吵地打球 我看這裏的草地都很漂亮 還有環境 因為是大 所以就算有很多人一起在這裏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 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覺得很漂亮 以前我記得我們在香港 想找地方拍結婚照 或者拍一些漂亮的沙龍照 找一些樹林 不是都難找 這裏有很多 哈哈 我這裏就在那裏 這裏就在那裏 這裏就在東邊 這裏就在西裏 我身後就在西裏 現在在太陽 就在南邊射過來 我突然覺得自己的方向感很好 我以前在香港的方向感很差 自從過來這裏 做了地產之後 我現在知道 看著雪山就是北邊 如果看到Mind Baker 就是東南邊 如果什麼都看不到 就應該在西邊 丹坑就是西邊 Brenneby就是東邊 現在方向感好很多 大家如果 尤其是女士方向感差一點 就想方向感好 就過來做地產 我教你怎麼後排 說完很多廢話了 拜拜 有時候可能因為一家人 兩個小朋友 或者是主人房 你什麼 那邊是材 好啊 庭面 尺磚 大小 尺磚大小 底床 還有櫃頭 即是怎樣 還有點害怕 哦 你很認真 你搞得我很緊張 你不要好像 教導小朋友那樣 你不想說 沒有 我說得很地定 我剛才說了一半 你又咳了 我去最北的海灘 叫Jerico Beach 我身後是海 對面是溫西 和雪山 為甚麼會來到這裡呢 因為我剛才去到 準備一條YouTube影片 但下次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溫西一個四層樓高 石屎樓的一個pre-sale的project 會在2024年起好 它的location 會是West Point Grey Kitsilano 和Dunbar的交界柱 West 十街 甲Elma 這個project 主要是兩房加一釘 的戶型數目比較多 都是比較大的兩房單位 當然啦 二樓 三樓就兩房多 一樓就有些retail space 和一些一房 而四樓就全部都是pan house unit 再加上一層的roof top 周邊都有些小型的plaza配套 好 大家等我去的YouTube影片 和大家分享更多資料 這個project放在這裡 可以叫做Raphael 發展商是Landa 也起了很多high rise